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没有想到朱立伦当主席会做成这样 不过他这句话倒是让人想到 这会不会是反主派密谋造反的号角响起呢 在国民党深陷暴风雨的同时 竟然又传出了挺住联盟 要推什么排毒计划 排毒毒指的是谁呢 据说这个排毒计划是要王金平在全代会上封口 而卓玉寇说宋楚瑜可能即将变成蓝军的救世主 难道国民党这场宫廷剧将会由宋楚瑜来写下最后的结局吗 本来以为躺着选都会赢的蔡英文 这下子好像也慌了 因为面对宋楚瑜这颗超级炸弹 究竟会为2016的选战带来哪些冲击呢 今天震惊现实批会有独家的剖析 我们先来看看 我是台湾最高的欧吉桑啦 尽管高龄73岁 清兵党主席宋楚瑜却从未放弃政治路 我这个老兵愿意跟大家一起共同救回找回台湾的希望 加油 大家不嫌弃愿意来的话 我愿意考虑 选不选2016宋楚瑜还是不松口 因为现在还不到摊牌时刻 所以来日两党统统参选人自然也不到碰面时机 等到国民党正式把他的提名人选决定之后 我们见面还不迟 我在这边也公开的说 我到今天目前为止 此刻为止 我有见过蔡英文主席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宋楚瑜讲明了 要红受注和马金体制切割 因为现在的国民党和以前不一样 现在的国民党让你觉得 就像你看的大陆上的连续剧叫做大宰门 那个同仁堂卖的药 是假药啊 如果你还不跟马金的体制切割的话 对不起 我们要提出候选人 二十一游大选选不选总统宋楚瑜持续保持神秘感恩 争取蓝绿中间选票 记者 送好报道 好 宋楚瑜说如果再不切割马金体制的话 那么他有可能真的要出来 结干起义了 换句话讲 如果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仍然是住住节的话 看起来宋楚瑜是选定了 我们来看看在明天即将出看的新新闻 在今天有什么独家的剖析 我们来看到封面怎么说 没想到朱立伦做成这样 惊叹号 巴仙城报 本土派压力锅爆发 牵动蓝营的崩裂危机吗 而蔡英文现在也急了 在急着探问宋楚瑜到底选不选 我们来带您看一看 其实根据新新闻的讲法 其实这个宋红秀柱根本就在抛砖引鱼 就是要引宋楚瑜出来 蓝尾跳船的逃命潮到底有哪些人 我们首先来看到像是徐欣盈在这个部分 可能还没有跟这个亲民党做结盟 但是他们自己要起来 起义 1月退出国民党另创了民国党 适当时机就要提他们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另外来看到是张硕文 他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已经说了 他参加亲民党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觉得国民党已经没有办法 心中有人名了 他在脸书上宣布退出国民党 将会代表亲民党来参选三重立委 而我们接下来看到 还有要带这个橘袍出征的 还有谁呢 张家俊 他已经说了 他的决定大概已经不会有改变了 他坦言洪秀柱又抛出 一中同表的两岸政策主张 他认真的考虑退党 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 对他的选区选民做出交代 另外还有谁呢 郑汝芬显然对于国民党也相当的失望 传出即将要退选 并且已经把退选声明寄给了国民党的党中央 不过郑汝芬接下来 会不会跟亲民党结盟 还是另外他有什么样的办法继续参选 我们都要来看看 还有就是纪国栋 纪国栋他说 国民党用何则流不何则去的态度 来对待他们自己党内同志 党部变小才奇怪 相信这一定是纪国栋委员 他自己亲身尽力的心声 他强调参选立场不会改变 正在考虑是不是以别党的名义参选 所以纪国栋委员可能是不是也会披上橘袍呢 这一点我们要先请教刘文贤委员 如果只谈这个纪国栋纪委员的话 事实上他是不分区的立委 所以说他如果现在用任何一个政党名义 来参选地区的话 那第一个他就丧失这个舞台了 他就没有立委身份了 所以我不认为他现在会贸然的 在三四个月之内应该不会 这第一点 那第二个呢 至于说有没有 当然今天 还有其他的人吗 如果国民党现在跟亲民党 但有一些人有些接触 我必须讲说这个 一直希望用亲民党名义参选的 应该还有三四个人 那这三四个人 未必就是各位所猜的那几个人 那长期以来 因为宋主席在国民党内 也有很多非常深交的朋友 譬如像我们这样讲 今天的张硕文 张硕文张委员 他的父亲张会员 就是水利会的原来的会长 那在当年省政府时代的时候 宋主席是全省水利会的共主 几乎是这样讲 那那那朔文雄在国民党内的表现 其实宋先生跟他有一定的交情 所以他们谈了以后 很快就可以match 那其他的人也有人在接触 但是我必须说 当我们录影的现在 也有人正在跟宋主席在谈 那是不是真的像说变成一个逃亡朝 我倒不是这样认为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会执政 会选举的一个政党 一百年一百二十年的政党 不应该拉成今天这个地步 那最重要是什么原因 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 就是说当我还是一个市政府的秘书的时候 我觉得国家是我们可以依赖力的 比如说这个我当时的市长张春熙 已经往生了 他就是按部就班 该做的事情实现到了就该做 而且也不会有人太批评他 得到我变成省议员的时候 有邱丛焕有连战 有这个宋楚瑜当沈主席 大家也觉得很好 反正虽然你当沈主 你当沈议员 但是你该做的事情 时间到了沈主席 沈政府就会按部就班做 那当然极致的人是叫宋楚瑜 当然是宋省长 那就不要说谈他会做事都不谈 可是当我变成立委以后 我突然发现不是 政府不是我们可以依赖最后的力量 只要有任何事情 你都发现政府捉襟见肘 沈水扁的时候还算可以 但是已经让我们知道说 他无法处理国际两岸外交的事情 等到到马英九那更惨了 任何一件事情 你只看到马英九只顾自己 他没有顾虑到其他人 就如同我们今天讲两件小事情 穿短裤的事情 我相信当他知道有这个 有这个有这个 陈报的灾难的时候 他他旁边的人应该讲说 那些人都在八仙乐园 然后都穿的都受伤了 都骚伤了 因为他们都穿短裤 所以为什么马英九 这个天兵会问那个当事人说 你当天也穿短裤吗 没有人会问你说穿长裤穿短裤 是问你哎呀 你的伤得怎么样 不会问你穿短裤穿长裤 难道穿长裤就不受伤吗 不是吧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任何一个人当首长的人 尤其当总统的人 一定会在礼拜一就是昨天 前天一定会立刻宣布 请外交部宣布说 我这一次的出访 我暂停出访 友邦国家 我特派副总统 或者行政院院长代表 美国不去了 那因为那三个友邦国家 你可能不好意思推掉 你可以派代表 结果你知道 你礼拜六晚上发生的事情 礼拜一天一天已经昏倒了 已经所有讯息都乱掉了 礼拜一上午 我们政府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宣布马英九总统要出国的行程 而且还说他要很高高兴兴的 到那边去见江一华 你见什么华一样 这个行程 是你一个总统出国很重要的行程吗 你应该说我出国见美国 哪一个这个副国务卿之类的 我就说从这两件事情 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总统 在我们当立委以后 看到陈水扁 看到马英九 陈水扁让那些搞民主发展的 这些前辈彻底失望 可是马英九当这个总统 变成什么 让很多人希望国家 哎呦好不容易 又来一个政党轮替 能够让国家重新开始的 一个机会的人 通通失望了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政府已经不是我们 可以依赖的力量 所以龙文雄委员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个宋主席 其实他在民调上面 也已经反映出 有很多人也期待他出来 能够参选这一届的总统 但是呢 为什么宋主席还在 他在拚什么 然后他谈到一个 是必须要跟马金提制切割 换句话讲 如果在全代会当中 出来的是红秀珠 或是吴敦义的话 他可能都不会满意 难道是朱立伦出来 他才有可能不选吗 还是他选定了呢 现在这样 我特别报告就是说 我不认为国民党现在会换人 请问用什么理由 换掉这个初选 得民意调最高的人 没有理由 第二个 请问谁现在敢接手 王金平吗 不会 朱立伦本来就不要 吴敦义敢接吗 原来就是 原来就是你吴敦义在后面 设计这一局 设计到后来叫我们参选 没有人敢接 就是红秀珠了 但是宋主席这个人 一直都是保持一个 他应有的分寸 他要取得一个正当性说 好 你国民党确定了 确定了 候选人了 然后也不得人民的期待的时候 我当然就跳出来 那这个时间会在七月二十二十号 十九号晚上 真的就有可能是这样 我想就应该是应该是可以 但是会不会参选 最后由宋主席来宣布了 其实国民党高层也分析说 宋主席出来参选的几率超过八成 不过他们的分析是宋主席出来 是要让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立委 都不过半 你觉得是这样吗 那个大战略考量应该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他会被当选总统 这是一种 第二个是不过半 那这个已经确定了 其实不是我们要求的 是人民根本希望现在必要有一个 一个党过半 任何一党过半的话 就让我们国家空转十六年 很清楚了 过去我们在反对的时候 譬如像我们反对这个军购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完全没有考量 如果今天回头来看 我们可能会有做新的考量 那就是因为有过半 那现在这样 我们是觉得说 国会不过半是一个考量 但是宋主席现在会不会当选 请问全台湾的人 真的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 他不会当选吗 不是 反而是两千年那些 那些那个气氛 我们这几天所听到 我绝对不取暖 两千年那个气氛 现在又回来了 所以所以我觉得 我不能说大有可为了 我只能说国民党 现在是有高考量的 被马英九金服冲这群人 搞成这样子 就现在还有人在那边 耗在那边 我只能说国民党 这些还要支持 马英九金服冲的人 你们咎由自取 好其实新新闻在明天即将出刊 在他们封面故事里面 其实下了一个标 是国民党崩裂ing 为什么这样说呢 冬浩哥 等一下我们做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自由食炮 是这样说的 国民党团 是不是不至于出现 蓝尾逃命潮呢 这是李四川的解释 他说哎呀 大家都误会了啦 红秀柱的一中同表 不是极统 他们会尽量的化解 党员的疑虑 其实在今天 我们也听到红秀柱 他的一番说法 他说有逃命潮吗 大家放心慢慢看 慢慢看些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就传出了 全代会上面有排毒计划 就很可能要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打压王金平所代表的 国民党本土派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 是怎么说的 自由食炮说 这个像国民党本土派在招手的 清明党 那么现在他们怎么讲呢 清明党其实不动 不是主动在挖角 但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 如果情投意合的话 当然是可以谈 清明党现在没有挖角电话 但是欢迎大家起意来归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样的一个崩裂ing 新新闻怎么分析的 就是在进行当中 那么讲 宋楚瑜宣不管他最后会不会选择参选明年的总统 我们国内的立法院维持一个三党不过半的格局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几率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明年不管宋楚瑜有没有选总统 三党不过半基本上会是一个已经快要成型的一个局面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蓝绿分裂 还有民进党的立委提名的人数 跟他跟第三势力的合作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这样的格局 那么宋楚瑜先生他出来选总统的话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情 如果还是蔡英文当选 他会是一个不会过50% 得票率 不会超过50%的一个总统 也就是说他不会像2008年的马英九 那讲到马英 这时候一定要讲一下马英九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前面讲到说 国民党正在裂解当中 马英九政府是在灾难中诞生的 那未来可能也在灾难中结束 为什么讲到在灾难中诞生 当他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隔不到两个月 金融海啸金融风暴 全球的金融风暴发生 隔年就是八八风灾 这是两次 一个是金融 一个是金融大灾难 一个是国内最大 等于是九月以后最大的一次天灾人祸 然后最近八千热源又一次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马政府整个头尾都是垄断在灾难中 那刚才刘文雄讲的说 红秀柱只能够背着马金体制 你不可能选得好 更不要讲前面讲一松同表 那宋楚瑜会怎么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台湾指标 他最近公布的这个民调里面 你看一下蔡英文三十七 宋楚瑜是二十四 红秀柱是二十一 这是第一次就是公开发布的民调里面 宋楚瑜已经领先了红秀柱 我们讲红秀柱参選的时候抛砖引玉抛砖引玉没想到最后是抛砖引出一个宋楚瑜 这个这个情况正在发生 然后我再用一个细部的 就是这个是台湾指标 民调他那个一个细部的一个 如果我们注意注意看的话 宋楚瑜的支持者里面 陶竹苗这一块橘色的 有到了三十几% 他远远超过了红秀柱 如果红秀柱是总统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国民党在陶竹苗的情势 然后中台湾一样 这也就是说解释为什么说国民党的劣解正在进行当中 国民党的立委人数最多的区域在哪里 双北客家跟中台湾 我们刚才看到中台湾的部分 张家俊 郑鲁芬 这些过去来讲都是国民党本土派的代表 而且过去是在地方上连续当选立委的家族 开始态度在犹豫改变 他们在中台湾 国民党里面现在最不表态的是哪里 是客家区 客家区刚好是宋楚瑜在担任台湾省长 也就是第一次参选总统的时候 得票最多的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国民党继续有出走潮的时候 会从什么地方出来 每一个立委 他都要寻求当选 而宋楚瑜如果真的参选宣布参选的时候 你从现在这个民调未来你可以继续看 在区域的支持度上面的 中台湾跟客家区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国民党最后变成什么样子 国民党最后被锁在双北市 洪璐兄在场 他是双北的议员 也将即将代表这个民进党参选立委 他应该很清楚知道 国民党哪怕是住院出来 在双北的情况都不乐观 严格讲那台北市 可能还比新北市要来得好一点 那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可以知道说宋楚瑜先生 他如果正式宣布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二十四趴的这个数字 应该还要再往上走 那宋那个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为什么要关心 因为这很实际 因为蔡英文当然他不会是三十七趴 那蔡英文如果不是一个过五十趴的一个总统当选人 在未来他如果执政的话 对他施政来讲 他的考虑因素当然就变多 一个五十趴得票的一个总统 在处理两岸上 在跟中国大陆在对谈的时候 或者在沟通的时候 当然会比较理直气壮 如果你不到五十趴 很多事情的谈话 或者你心中的那个自信 或者你的代表性 当然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蔡英文一定会关心这件事情 我最后再补充一件事情 其实如果文庄宇宙看 我愿意再补充 宋楚瑜先生 刚才那个事案里面 有一句话很妙 他说他确实见过了蔡英文女士 但是他说他见的不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說宋楚瑜先生 其实在蔡英文正式成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前 已经跟宋先生谈过了 见过面了 他们两个见面谈什么 谈什么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有一个议题一定会谈到 就是两个人一定会交换 交换对两岸的看法 一定会交换对国内政治的看法 也就是说 你从蔡英文在这次包括跟盛民党这些第三势力 实在力量第三势力所采取的一个态度 他为什么不强势的去做可以过半的提名 这里面我相信都有考虑 所以宋主席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稍后也可以再聊一下 他似乎透露一个讯息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向绿靠拢 而是我们试图把绿拉回到比较中间的路线 不过在这里 我想国民党比较了解国民党 为什么党团的高层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谓的崩裂ing也好 或是疏走条 这个套船潮 这些这个党团高层还说 哎呀没有这回事了 我们还要再进行沟通 绝对不可能的 目前外界看起来都是已经分崩离析了 不是吗 士丑哥 实在是如此 我想身为一个四十年的党龄 被发现非常凑巧 中华民国建立是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二年的四月十四号 刚好发生了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船难 就是我们今天想到的跳船潮 铁达尼号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号 撞到冰山沉下去了 今天我们亲眼看到 国民党号也要沉下去 只不过更悲惨的是 铁达尼号是撞到冰山 而我们这个国民党号 是好像前后两任船长 自己用斧头 把这个洞越搞越大 这个船沉下去 我觉得今天 我看到党务人士讲这些话 平行游论我必须要讲 政党政治本来就自由的选择 所以不管雷根 在罗斯福当总统的时候 他欣赏罗斯福的新政治 他是民主党党员 可是后来到艾森豪时代 他变成共和党员 将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总统 现在美国民主党的参选人 希拉蕊 在高中时代一九六四年 他是帮共和党的高华德竞选 所以民主政治政党的跳来跳去 换来换去是很正常的 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选择 但问题就是出现 当一个政党的领导者 不管是前任主席 现在的总统马英九 或现任主席朱立伦 当你看到这么多人离开的时候 平行而论 你完全没有想要调整方向 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我们必须要说 洪秀柱在党内初选 透过所谓一中各表 变成一中同表情况之下 吸收了一些基本的票 而且达到了四十六趴 可是很遗憾的 当他成为国民党候选的时候 他却继续往那一个 事实上在过去十几年 从民国九十年开始 禁于你知道 新党在单一选举的立法委员里面 全军覆没了 你可以在多席次的议员 还可以用两席 可是在单一选举的立法委员 他是没有任何突破百分之五十的可忍 可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却选择向那边靠拢 这是匪夷所思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宋楚瑜出现 但这次宋楚瑜 我认为他一个最大的机会 这也是民进党 可能最需要警惕的 马英九在两千零八年当选 禁于不就是靠 因为建筑在阿扁的贪腐之上 如果今天马英九的无能 谁会建立在他之上 就是你有能力的人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宋楚瑜刚好过去的六年的省长 和省主席的经历 是目前为止 蔡英文 即使你当过行政院副院长 你当过陆委会主委 是比较欠缺的 当人家发现这个政府是无能 而且能学的时候 你要知道 马英九最让人痛苦 在这一次所谓的八先产案里面 所有人都感受到这些孩子 可能会面临一辈子的 不管是心灵身体的创伤 还包括二十岁之后 未来的就业问题 他既然在不到二十四小时 由总统府宣发公共公关事 发了一个新闻稿 告诉大家 我礼拜一要开记者会 谈总统出国 他是在礼拜天的下午四点发新闻稿 那已经是能学的政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历史上最荒谬的事情 执政党的党主席今天炮打了党 你如果对一个执政党的党主席所执政的县市 中央是这样的无能 是这样的能学 那万一换的是其他政党来执政的县市 大家是可以感受到那种恐惧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宋楚瑜这一次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也是今天蔡英文也好 或是国民党了解的 过去两次的气宝效应 都是国民党气给民进党 记不记得八十三年叫做气皇保存 气皇大洲保沉水面 八十九年叫气联保扁 是气了联战保了阿扁 我不相信洪秀珠如果发生气保 假设宋楚瑜的票超过了洪秀珠 洪秀珠的票不太可能投给蔡英文 而这种气保效应到最后很可能 今天我们认为必然已经看到结果的蔡英文会当选的选举 胜利可能因为宋楚瑜在七月十九号的出现 再加上如果红秀珠不调整路线 一旦气保发生这场选战 谁都不知道在明年的一月十六号 谁是真正的总统 好 政经现实批最早披露宋主席 有可能在七月十九号的晚上就要发布 他要参选二零一六的总统 现在看起来似乎在七一九的全代会上 不会产生任何的变数了 因为唯一有可能出来的朱立伦 被大家讲在这个八仙乐园的粉尘爆炸事件之后 他已经出局了 我们之后来看看胡志强说了这种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